大家好,我是Jill,欢迎来到我的家居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波厨房好物 希望它们能给您带来生活上的便利 也希望今天的内容给您带来一段轻松美好的时光 喜欢家居内容的朋友不要忘了订阅和点赞 下面我们就马上开始 这件好东西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 它是宜家出的专门给冰箱用的转盘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转盘都是圆形的 而它则是接近于一个长方形 能最大面积的利用空间 它的底部有四个很结实的吸碗 可以牢牢地吸住冰箱,不会滑动 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想拿到后面的这瓶饮料 非常的难拿,因为前面有东西阻挡 那我们轻轻地把转盘滑到侧面来 就可以轻松地拿到后面的物品了 而且它从左边转也可以,右边转也可以 所以这个整个转盘上面的东西是不分前后的 都能轻松拿取 有了它,靠在里面的食物也不会被遗忘了 这件好东西也是宜家的 它是一套三个锅盖碗盖 它是硅胶材质,有一定的犀利 我喜欢在做完食材处理以后 用它来把大的碗的碗口封住 如果是用在平滑的锅上的话 它可以完全地把空气和外面隔绝开来 保持内部食物的新鲜 它清洁方便,手洗机洗都可以 收纳方便,不用的时候可以挂在墙上或者柜门里面 既然说到盖子,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套非常好用的碗盖 刚才那一套是给大碗和锅用的盖子 那这一套就是给小碗用的 我是在HomeGoods买到的 我找到了亚马逊的一些类似的链接 放在描述栏里面给大家 可以在下面查看 这一套是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形状 每一种形状又有大小不同的六个碗盖 而且每一个碗盖上面还有不少像年轮一样的棱 可以适合大小不一的碗盖 所以它的适应范围是非常的广泛的 方形的这一套正好可以盖酸奶盒 还可以盖我家的方形的小碗 清洁方面可以积洗,可以手洗 洗完以后我会把它挂在冰箱的侧面晾干 晾干以后可以按照它们的大小一个落一个的卷起来 再用橡皮筋固定一下收纳 一点都不占地方 下面这个好物还是宜家的 Sprita切苹果器 苹果洗干净以后放在菜板上 一刀切就搞定了 特别方便快捷 我真的是后悔没有早买它 这款切苹果器还是蛮常见的 现在给大家贴的图 是我在超市的卖苹果的区域看到的切苹果器 大家仔细看一下应该都会有 我也给大家贴了宜家的链接 它清洁起来很方便 用水冲一冲晾干就好了 一连看了几个宜家的产品 下面的这一款是OXO家的 它家的厨房用品我从来没有踩过雷 特别的推荐 这个是它家的开罐头器 好好握这个系列的 它的拿握感特别的好 轻轻的一按就开了 旋转起来也特别的丝滑 没有什么能够特别的描述或者形容的地方 总之就是特别好用 如果你手边的开罐器不是很好用 或者需要替换的话 选它一定没错 这件好物是一个硅胶的冰盒 除了可以做冰外 它还是一个很好的收纳好物 我用它来装预先洗切好的葱姜蒜 每格的大小刚刚好 盖上盖子可以防止和冰箱里面的其他食物串味 第二个用法是可以用它来装 事先做好的汤汁和调料 每一格正好是一次用的分量 因为是硅胶的 所以它可以单个脱模非常方便 每次用一个 用完以后再洗碗机清洁就可以了 既然说到硅胶的产品 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这个硅胶的吸管 他们喜欢用它来喝开菲尔和喝牛奶 还有smoothie 我家大人用的是不锈钢的吸管 和硅胶一样很环保 因为小朋友们喜欢软一点的口感 所以喜欢用硅胶的 我在HomeGoods还见到这种不锈钢和硅胶合体的吸管 是不是很妙 下面这个厨房好物是厨房的沥水店 我新买的这个沥水店是KitchenAid的 KitchenAid就是很出名的那个厨师机的品牌 它家还有很多的小的各类厨房用品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质量普遍都非常好 比如说我家还用到了他家的厨房毛巾 质量真的是杠杠的 这个沥水店我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用法是放在厨房的碗架下面来接晚上掉下来的水 每星期我会拿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一次 再晾干再使用 我的上一堆沥水店也是KitchenAid家的 用了四年以后才坏 坏了以后拆开一点煤都没有 质量非常好 第二个用法是可以用来放置需要沥干的食物 这对的颜色我很喜欢 是赏金月木的绿色 喜欢好物分享的朋友 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现在出现的链接 观看更多的视频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里面见 祝你有个好心情 感谢观看